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权威观点 下面首先来看一下本期的资讯止通车 早餐是一日三餐当中最重要的 那么不吃早餐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近期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研究就证实 不吃早饭或胡伦吞早吃早饭的人 不但胖子和代谢综合征的比例比较高 其动脉中央硬化的风险也几乎是加倍了 与早饭质量高的人相比 不吃早饭者负的主动脉斑块增加了79% 静动脉斑块增加了76% 恰骨动脉斑块增加了72% 作者还表示早饭超过全天热量摄入20%为高质量早饭者 看来早饭是健康的本钱 为了自身健康 你再忙也要省出时间 认真真地吃个早餐 前不久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 香蕉牛油果等甲含量高的食物可能有助于预防血管钙化 研究人员就发现如果增加饮食中甲的含量 小鼠的血管钙化和主动脉的硬化程度都有所减轻 研究人员就指出说虽然这只是动物实验的结果 但是这一发现为未来动脉硬化的防治提供了新的潜在的治疗把点 我们知道为了预防心梗或脑粗重 一些患者可能需要长期服用阿斯批林 可是时间久了好多人都坚持不下来 有人说了那么长时间都没事 偶尔停药也没关系 那么这样韧性吃药真的没问题吗 《循环》杂志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就显示 长期低剂量服用阿斯批林这个患者随意停用阿斯批林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增加了37% 这种风险在停药后迅速升高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从来没有降低过 不过就停药原因来说 大部分患者不是因为副作用 只是未能遵照医嘱服用药物 因此我们还特别提醒患者朋友们 随意停药可能造成危险 您还是得克服困难 坚持长期治疗 前一段时间一条柠檬汁加姜汁加蒜汁加苹果醋 等于打通血管绝密配方 就刷屏了朋友圈 文中说一位需要装心脏支架的病人 每天早饭前口服一个半的柠檬 两大块的姜三头蒜一小瓶苹果醋 加入蜜糖制成的汁液 一个月后发现血管变得干干净净 堵塞的地方全通了 我们真的很替患者着急 这样完全不符合科学原理的谣言竟然流传的如此之广 虽然柠檬 姜 蒜和苹果醋具有一定的软化保护血管的作用 但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溶解血栓的作用 而且姜蒜等辛辣酸性等刺激性成分过多就会伤害胃溃疡 胃酸分泌过多的患者 另外血栓一旦形成 临床上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药物溶栓 一旦药物不管用了 再考虑通过抽吸手术清除血栓 仅靠吃几种食物就能够打通血栓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谣言 所以说大家不要相信 仅靠食疗就可以打通血管这个说法 没病时管住嘴 迈开腿 发病后积极就医配合治疗 才是健康生活的根本 以上就是本期的资讯直通车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新专列微信公众号 可以获得更多内容 搭乘新专列守护新健康 欢迎您收看由赛诺飞冠名赞助播出的心脏专列 我是主持人若昕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问心三人谈演播室的嘉宾 是杨新春教授和刘绍稳教授 欢迎两位 杨新春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的常委 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博分会常委 刘绍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 心血管病教研室主任 心脏病急救中心的主任 受到惊吓或者惊喜的时候 我们可以形容自个儿说 这个小心脏砰砰是乱跳 但实际上如果心跳持续性的加速 而且不规律 就可能是一种心血管疾病了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叫心房颤动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刘绍文主任 有人说把心脏比成房子 心房的颤动就相当于经历一场地震 这么比喻恰当吗 应该说有一定合理性 因为防颤是防性心理水上里边最严重的一种 防颤的时候心脏完全是不规律的快速的跳动 所以心房颤动其实这几个词已经非常描述了 非常好的描述了它这个本身的意思 心房的颤动 如果心房发生了颤动 心房的输缩功能就几乎是丧失 这样心房的血就在心房里头形成了淤质 这样就容易形成血栓 这个血栓一旦脱落最容易脱落的脑血管 那么引起脑梗 我们也叫做注重 另外由于心房颤动的时候 防湿力心脏会跳得非常快 不规则 这样容易导致心衰 这就是防颤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危害 那就这个问题了 如果知道自己是防颤 或者感觉自己是防颤的话 要到医院去做检查 有哪些症状给我们提一个行 说我们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 防颤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的时候就心跳得不齐了 又快又不齐 因为防颤病人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以非常严重 严重的像刚才提到了 像一个地震一样 就是让病人心慌不能耐受 他要赶快去医院求诊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心慌一点 还有的病人没有症状 因为防颤常见于老年人 和有合并一些高血案的这些人 所以在这样的人群的人 常常摸摸脉搏是最重要的 一摸脉搏乱跳 要赶快去医院去检查 当然是你要症状心慌的严重 你更是要及时去 那这样子就是心电图 实际上是诊断防颤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病人一旦出现了刚才 像刘主任说的这些情况 心跳这个不规则 心跳和脉搏不一致 那么再加上有心悸 头晕 气短的这种情况 可能就需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么防颤还分为是振发性的防颤 还是持育防颤 还是永久性防颤 那么决定治疗的策略也有一定的不一样 一般是主要是以吃药为主 还是以手术为主 那么对防颤的治疗来说 我们说如果保守一点的话 可能是用药物治疗 那么积极一点的是可以用手术治疗 那么药物治疗主要是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抗心理失常的药物治疗 这个是针对防颤本身来进行治疗 另外一个就是抗凝治疗 那么抗凝主要是预防血栓 预防脑足中 另外一个就是积极一点手术治疗 我们现在主要是导管消融 导管进行治疗 用介入的办法 实际上是个微创手术 这个包含有射频消融进行治疗 还有一个就是冷冻囚囊的一个治疗 有这两种方法 搞了半天 治疗这个防颤也可以通过介入式治疗 防颤怎么进行进行治疗 刚才主任也说了 说是可以用什么 叫射频治疗 和用冷冻的消融的治疗 这怎么去理解 我们做消融 主要是要把电活动异常的兴奋灶给它去掉 主要的方法也是通过一个撬管 穿刺静脉 然后再通过防间隔穿刺针 穿刺防间隔 把我们消融的导管引到索性房 在索性房里边 主要的就刚才提到的两种能量 一种射频是热的 一种冷冻 就用这种能量 把肺静脉和新房治疗的电连结给它阻断 我能不能这样去理解 您把这个 等于人的电路出的问题 就是说无论是射频这种热的治疗 还是用冷冻这种治疗冷的治疗 就都要等于是把某一根电线给它弄断了 对 无论是给它冻断了或者给它烫断了 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那这种介入治疗以后是不是就病人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我就特别关心它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做这样的这个治疗 它是手术的时间 这个效果 病人的感觉 当然我们也更关心这个价格情况 目前来说我们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治疗来治疗房产 那么在药物治疗过程中也可能随着治疗的时间的延长 这个病越来越重 到最后再去选择这个导管小容治疗 那这样子病情就像刚才李教授可能会有心衰 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我们说如果是有些病人愿意更早一些治疗 当然一得了房产以后 他就希望能够把这个症状改善 能够使这个疾病不继续发展了 这一个大概手术时间 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 那么冷冻消融时间就短一些 大概三四十分钟就可以消融完 这就是因为做这个手术的方法 导管消融是一点一点的来消融的 那么冷冻消融是用球囊用一个面的方式 就是一个是点消融一个相当于是面消融 所以就是冷冻消融就时间稍微短一些 但是治疗的这个成功率两者是相似的 那么费用来说大概是八万到九万块钱左右 当然很多病友也在问 我们如何预防自己会出现房产这样的情况 现在慢慢认为房产是可以预防的 像有一些危险因素就和房产的发生有关的 比如说像我们能够做的一个胖人和一个瘦人来比 就是胖子就会发房产的概率就高 所以像很多因素像减体重不要抽烟 不要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合理的治疗 有其他的病比如像糖尿病冠性病 也积极的合理的治疗都能够减少这个房产的发生 其中在比如说就一个烟草抽不抽烟 你如果要现在抽烟 房产的发病率会增加一倍 而且同样是一个房产病人 如果抽烟不撑烟 死亡率还能增加70% 所以我们原来都觉得心理市场和烟草可能没有关系 抽烟就影响惯性病肿重 其实对心理市场它也是危害非常大 另外一个就是高血压的治疗 也要一起关注 我们说房产的病人中间 大概有一半的病人都是合并有高血压的 所以高血压也作为了房产最主要的一个病因 所以我们说在房产高血压的病人 我们都知道发射率是比较高 在咱们国家是有接近快三个亿的高血压患者 所以这些病人如果是把血压控制好 早期去治疗高血压 有效的控制高血压 再选择合适的药物的话 也可以减少房产的这种发作 今天非常感谢这两位教授 不仅讲这个房产的形成和如何治疗 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预防这房产 也希望大伙能够真正好好的留守 你的生活的规律习惯 保护好您的小心脏 好 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两位专家 来到我们这个眼膜室 也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问心三人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葛俊光 今天我们一起谈谈心 我们知道随着医学的进步 人们对医学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生活质量我们要求越来越高 我们都希望人们能够活得长一点 活得更健康一点 那么这两个之间 要是要我来选的话 可能选择更健康的活着 可能更重要 对自己重要 对家庭重要 对社会重要 我们是有质量的活着 这两者都需要的话 我们是活得长又健康它更好 那么随着医学的进步 我们对一些新的治疗手段 新的药呢 毫无疑问 大部分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进行了改进 进行了补充 那么原则它应该比老的药呢 有老的治疗手段更好 但是我们好多少呢 我们必须有非常详实的数据 来证实 来指导我们临床 所以这是我们临床 目前所开展的临床实验 有的人讲我们说上午呢 王医生看了 下午李医生看了 王医生这个病人治好 李医生这个病人 没治好 那是王医生水平高呢 还知道他碰巧了 我们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叫安危剂效应 就有的疾病 我觉得什么要不是 即使是高血压 即使是一些头痛 我们就是喝凉水 有30%是有效的 不一定完全治愈 是有效的 但是我们要是为了证实 我们这个治疗手段 治疗复合法 要是有效的话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叫随机 双忙对照的临床实验 还是天然性的 这样以后呢 就是我们排除了 由于我们是安危剂 所造成的这个情况 我们知道目前的方法 都是无害的 但是呢 你可能吃这个药呢 是新的药 我们是有效的药 吃的另外一个药呢 是老的叫对照药 那么这样 我们比较一下 看新的药比老药 到底好多少 那么才知道我们临床研究 有好多人 因为我们是一说临床实验 就在台湾就把它误解成 人气实验了 要是你拿我做实验呀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临床实验呢 是一个非常严谨 而且对病人好的 那么一个观察研究 但是我们不否认 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新药 我们有可能 有好多的机制 还没有完全清楚 有可能会对病人 造成一些负反应 那这个呢 他会在临床严格观察 这是为什么我们 进入临床实验的人呢 我们会经常打电话呀 化验呀 去检查 看看这个呢 到底会对人类 代表带来这个坏处 那么一旦入住这个实验以后 我们会劝说 病人严格按照这个临床要求 服药 紧急随访 减少便宜 那么假如是 比如说这个病人 我吃药吃了一半 我不吃了 我们又不能够确定 你吃的是对照药 还是实验药 那这样呢 会影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 所以呢 那一旦入住实验以后呢 我们建议呢 就按照严格呢 按照临床实验的要求呢 去执行 进行随访 那么 呃 我们觉得目前 几乎所有的创新 所有的创新 毫无例外 那么 这个新药 新的器械 都是经过临床实验 然后到临床后来 他早期呢 参加了临床实验的人呢 一个呢 他得到了 好的方法的治疗 另外一个呢 我们觉得 他有这个奉献精神 所以我作为一个 呃 经常 呃 这个参加 经常领导 临床实验的 这个呃 这个医生呢 也感谢那些 曾经为临床实验 付出奉献的那些 患者也好 志愿者也好 因为只有这样 才是我们 这个科学呢 有进一步 才是那生命呢 得到希望 passage 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